这个就是那个学生 因为他后来跑到那个远传电信 担任那个专案经理 想说专案经理 这个不会还可以当专案经理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刚刚讲的 就是如果我今天希望 下拉选单 下拉选单产生一个事件之后 它能够自动的带出结果来 这旁边里面没有 不用写任何东西 不用写任何函数 它会自动带出来 这个地方会自动带出来 OK 这个里面都没有 比如我随便再点一个CD 100 它自动会带出 这个对照表里面的东西 而且你会发现 本来这个里面是空的 当我点了这个东西之后 点了其中一个项目 这里面会自动什么 自动会塞一个什么 自动会塞一个这个公式 那这个公式怎么来的 就是当什么 当我们这个 我是定B栏 B栏里面 只要有change 有被改变了 就是这个工作表 这个工作表里面的B栏 如果B栏里面有产生变化的话 那我就做什么事情 就是去把隔壁这一栏 这一栏是C栏 C栏里面的第几列呢 也是根据这一列 旁边这一列 去塞给它一个公式 就是上面的公式 这上面公式是自动产生出来的 那哪边会变动呢 其实只有这个地方会变动 列号会变动 其他会不会变呢 其他不会变呢 你看 点一下 其他都一样 只有哪里会变呢 只有列号会变 也就是说 变数部分 是列号 其他都不会变 所以这样的逻辑 我们要怎么样去撰写BBA程式 那这个部分的话是 各位要了解一下 就是说 第一个 你的事件 是触发在哪里 第一个 请各位 不过请各位第一个注意一下 开发留言自己要叫出来 这个应该会吧 在那个入门课我讲过 这个里面的其他命令 制定工作区 开发留言打勾按确定 第一步 第二步的话呢 我们切到Visual Basic Visual Basic里面呢 我这边已经写好了 我先把它滴掉好了 我们再重来一下 重点再提示一下 其实这个就是我刚才写的 那我有把注解写上去 在云丹白板上面也有了 所以如果你要参考画面 云丹白板上面也有了 那其实教各位一个 其实云丹白板好处就是 你如果置为你手机的话 你也可以输入那个网址 然后你也可以到上面去 甚至你可以把我这个 云丹白板加到你的云丹白板 开始作为 傅丹白板下 丹白板上 或者是